好 各位 多謝 你們想問我們什麼 其實我想問兩位 這個是招牌 識生應該問這些 其實兩位 見到曾經華先生 在一個 十二號正經辭職 但是直到現在中間沒有表態 低重的辭職 想問兩位以你們過往的經驗 其實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一個政治的 含意和一個訊息 去給大家呢 我正在做主持的主持最厲害的 就先問嘉賓答先 Terry 先給你一個嘉賓 這個答案就是 我不是中央政府 我也不可以代表中央政府 說話 所以最好問回中央政府 當然你辭職之後 兩天中央政府批准 想問問你當年辭職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辭職之前已經有默契 所以可以這麼快 已經可以兩天之內批准 還是有什麼 我只知道我自己那部分 就是我當時辭職 就是積極考慮參選 也都很快 是得到中央政府的批服 同時是罷免的 所以我就可以很快地 開始進行我的競選工作 但是如果你問回我 其實我都覺得當時 其實是不夠時間的 因為競選工作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工作 我想田先生很有經驗 他做過幾次地區直選 是一個非常繁複的工作 再加上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香港的一把手 所以我其實應該多一些時間準備 是會更加好的 那想問一下 經過你自己參選的經驗來說 想問一下其實對時間越短 就是中央不太準 這個辭職會不會對競選工程 的影響就會累積下去 我覺得這次看起來 都像是一個田徑短跑 很多個馬拉松長跑 所以我記得好像有人 用龜兔賽跑來比喻 就是上次的 我想這次如果是龜兔再比喻 可能是兔子贏的 但是你覺得中央現在 是想一位繼承梁振英老闆的人 做特首 還是一位不是梁振英老闆的人 去做下任特首 我不知道中央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不是他肚子裡面那條蟲 我亦都不是政治局的委員 但是很明顯 就是在星期五 當CY出來宣布他不會再參選連任的時候 他就說很希望他的繼任人 能夠延續他的政策 不知是好巧還是撞對的 就是在星期六 當林鄭月娥出來宣布說 因為有重大事件發生 重大的改變 所以他要重新考慮是否參選 他都說如果他參選 他都會延續現在的政策 我覺得很明顯 他是準備延續現時CY的政策 我不是說他們現在的政策不好 他們有些政策也是相當好的 比如他們房屋做地 一些幫助基層市民 各方面其實都是對的政策 我相信任何誰做特首 這些都會是他的優先考慮 但根據你的經驗 你認為是很難的 因為你認為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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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還在聖副市場 還在聖副市場 我相信 我相信 一切成立的選擇 會更有利益 to our community in terms of an open, fair election. I have always said that I encourage every capable person who can win the trust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heart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capable person with a good team the ability to unite and remedy 一些影響的影響在我们社群共产党的过程中 在四十五年里的资产 是否会有多长期的影響? 我不能答应 因为能够执行和能够执行 能够执行 是在中央执行的中央执行 我想問一下 其實民主委都是一些選委 這次都是有票 其實決定了提名是哪一個 還有覺得這個特色是否合適的 你自己覺得 都不想把這個提名票交給他 我覺得現在每一位有能力 也都得到中央政府和市民的支持和信任 和擁護的人 再加上是有團隊 有能力的人 我也覺得是應該鼓勵他們去參選的 現在明確表態那兩位 葉劉淑儀和胡國興 他們在他們自己不同的範疇 其實都充分表現他們是有能力的人士 也都得到社會部份人的支持 如果要爭取社會更多人的支持 就要看他們的競選工程裏面 能不能夠將他們的治港理念 更加這樣展示給市民看 爭取更多的市民的支持和認同 會否考慮提名他們呢 我自己是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我當然一定會好好運用我自己的一票來提名 我認為合適的人選的 有沒有合適的人選出來呢 現在只有兩位表達參選 另外還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位人士 將會表示他們會參選的 所以你說這個時候問這個問題 如果我作了一個決定的話 我覺得有點言之過早 剛才想問一問 其實你說言之過早 你將來未來的可能參選的人 你剛才提到香港的撕裂的情況 以及要爭的選舉 想問你其實打算提名 或者支持將來的候選人的時候 你的考慮是甚麼呢 我的考慮都是首先看他的能力 以及他的團隊 亦都會考慮他的政綱裏面 他治港的理念 再加上我亦都會考慮到市民對他的支持 最後當然我很希望 有人可以將我們香港的社會 是更加團結這樣 去為我們未來的經濟發展 社會和民主的發展 能夠可以團結一致共同努力 朝著這個三個共同的目標去盡發的 你提出了幾個規定 那你會考慮當選擇的次選擇 誰對你認為可以贏的政綱 誰對你認為可以贏的政綱 可以贏的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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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可以贏的政綱 和可以贏的政綱 我不是說過 Superman或Batman 我只是說過 一個人 有個心 有個力 可以贏的政綱 和支持的人 可以贏的政綱 I think we can bring together a good team because we have been returned back to the motherland for nearly 20 years In these 20 years, I believe we can do more to make our economy more vibrant Create more jobs, better social mobilit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未來的 generations to come 而且因為所有這些政策 所在社會發生很多困難 在社會社會社會 我認為它是重要的 我們遇到社會社會 但在同時尋找更多的民眾 所以, while Superman and Batman 那些人可能是草莓居士 但是我們有餓男人 所以我們不可能找到其他人 有這些質素 你剛才說到 候選人最好是有一些民主的發展可以有來 但是之前有說過 之前有些比較重啟政改的候選人 就是會不會這裡有一個疑伤矛盾的 不是 我只是說 上一次我講過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過去在政改那裡 其實花了真的很多功夫 這麼多一個政務司司長 唯一一個可以做到政改成功的就只是我而已 所以我會有一些條件可以說 我對這件事是有些經驗和有些認識 當然我是為特首服務的 也都是為市民服務的 所以功勞仍然是歸功於特首 不過以政務司司長來講 我也都是唯一的一個 所以我說 我相信每一位特首都很希望在經濟 在社會 在民主那裡可以推進 但是我知道搞政改其實真的要花很多時間和很多精力 而每一屆政府可以做的事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將戰線開得太大 也不可以點太多火頭 我相信在董建華的時代 他吸取了一個沉重的教訓 就是當你點太多火頭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 火頭一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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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失火 這樣就使得社會更加多人不滿 所以我覺得內界政府 我們應該放多一些時間在搞更好更好的經濟 使得我們香港在整個國家的發展上 將來可以更有貢獻 第二方面我們在社會民生 無論是扶貧 助人自助 在房屋 在社會向上游的機會 對年輕人的發展 各方面我覺得在這些民生問題 是應該擺放更多時間 精力和資源的 所以我就說 下一任特首 如果他出來 他有勇氣出來說 在競選的時候就說 我一屆不做 不會重啟政改 大家休息一屆 用這一屆的時間來搞經濟和民生 我是會認同他這個說法的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